大家好,我是Stan 妈妈母兴趣反应 10月11号,妈妈母以兴趣Inela回归了 而在11月12号早上10点 Inela这首歌在Post排行登上一位等 反应非常好 虽然跟废话一样 但是妈妈母唱歌真的很厉害QQ 听一次就觉得很好听 多听几次应该会更喜欢吧 中间的Chibegachima 什么呀,我真的不想回家了 昨天听了之后 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哼着这首歌 太洗脑了 我觉得跟妈妈母之前的歌曲差不多 算很普通 妈妈母的Inela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上个月因酒家被捕宣布暂停活动的Pikton成员和Chan 昨天公司声明宣布他的退团了 11月11号 Pikton的所属公司在广卡发文表示 哎,为什么要酒驾呢?真的是自作自胜 粉丝们都在等当兵的成员退伍后完全体活动 在退伍之前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剩下的成员们加油吧 业佩 大家好,我是Dan 因为现在我人在加拿大 所以常常会跟 韩国中国的公司视讯开会 但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使用笔记本那只相机 镜头从下往上拍的话 本来就不怎么样的脸会看起来更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使用Pikton视讯相机 这样从上往下拍的话 因为它还有自动曝光效忠功能 所以真的变帅了吧 而且PriorBank也有隐私旋转线盖功能 智能阅读模式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真的变成了生活中不可缺手的一部分 然后视讯通话内容不想被别人听到的话 就必须要使用耳麦 而这只Logitech ZvBank耳麦 因为有沉浸式音效 以及降噪麦克风 所以不论你是在家或者是在咖啡厅 都能以最优质的音效进行视讯通话 然后ZvBank 在看YouTube、Netflix或者是听音乐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当成高音质耳机使用 暂停播放、调声音大小 都可以在耳机直接操作 视讯通话 听音乐 Logitech ZvBank耳麦 Logitech PreorBank视讯相机 赞 对万圣节真心的女爱豆 每逢到了万圣节期间 K-POP爱豆们的万圣节造型 就会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从一向都对万圣节真心的TWICE 到整个公司的爱豆都享受万圣节的SM娱乐 真的会让我们期待 今年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所以今天就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很多人还不知道的 对万圣节非常真心的女爱豆 TWICE 2017年出道的TWICE 每年万圣节都会为粉丝们准备精彩的造型 其中成员Sua的造型 更是每次都会给粉丝们巨大的惊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WICE 对着CCTV行李的快递员 为了确认快递有没有到 在看CCTV的时候 突然看到对着CCTV行李的快递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家是四楼没有电梯 因为觉得很抱歉 所以这一年来 一直有为快递员准备一些点心跟饮料 再送完包裹的快递员 以鞠躬行李表达了感谢的心 看到因为这点饮料行这么大礼的样子 让我感到更加感谢 感动得流泪了 网友跟快递员都是好人 好感动 太暖了怎么办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